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正式服更新完成之後 我們可以來先把銀脈之亂解完 就是這個獵魔手記新的篇章 那另外就是說你要把這個陶瑞斯 射到芯片清單 陶瑞斯的話我覺得如果是新手玩家 現在還有新手玩家嗎 應該是不大需要射 不過現在我的角色都已經滿了 你看亡靈一隻都沒有 然後今天正好是綠域的種族 所以說我們正好可以來抽一下 看可不可以抽個一兩隻 然後順便解一下這個英雄商船的這個任務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開抽吧 抽完我們再去解這個銀脈之亂 OK我們就抽抽看喔 看可不可以抽出個一隻喔 來吧 馬上就來了 然後他真的是搖很快喔 好 OK一百鑽石 OK再來喔 再來繼續繼續繼續 這個更好這個更好 蒼翠女士尼奧佛 這個更棒 然後再來 來 欸什麼卡 這個抽獎券不夠了是不是 好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齁 好啦都給他抽了啦 沒有關係啊 好 好友出奇蹟 SP的英雄 有沒有 欸好什麼都沒有 那就再來是這個普通抽齁 74抽 70抽啦 來 有誰呢 嗯 這個是這個是誰 格拉尼特 欸 太好了齁 這個陶瑞絲有兩隻的齁 我可以直接上金色了 OK 再來 OK保底了齁 最後10抽保底 哇 這個是那個隨機亂跑了 好 沒關係齁 那我們就繼續選綠玉吧 是誰呢 啊 是拉庫喔 這些都是已經滿了 好沒關係齁 我的這一個這個蒼翠女士齁 可以這個再生一星齁 好 升上去 然後呢 你的話呢 你要吃誰呢 來來隨便吃隨便吃啊 好好吃掉吃掉吃掉 都是滿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貿易港齁 貿易港的話呢 哎呦糟糕齁 這個 又要準備繳錢齁 月卡快那個時間快到了 好 我們那個 欸這什麼東西啊 充頂禮包 喔這個又來了是不是 哇神魔塔 11999點券 哇這CP值很高耶 45000 45000 然後不急喔 不急喔 這個不急喔 因為暫時有鑽石的話 也不知道抽什麼東西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齁 現在還沒有啦 那個是更新的隔一天 才會放到這個 這個英雄的這個進階商船喔 好那沒有關係齁 那這個活動就先到這個地方 那另外呢 我們就直接來解一下吧 欸 這一次的這個 這個獵魔手機齁 其實真的不是很難喔 欸 獵魔懸賞 這什麼東西 這是獵魔手機的這個活動啦 那路口的話是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驚險遠航 那所以說呢 我覺得相信 應該是很多人齁 一上線的話 就可以把它輕鬆的給解完齁 因為我的先鋒服也是 這個 一上線就已經過關了 所以我相信 正式服一定更沒有問題喔 好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一個是什麼 呃 他基本上呢 基本上就是 剛開始的時候呢 這個 敵方會有一些buff 不過呢會隨著時間減少 譬如說還有一些減傷啊 然後攻擊力提升啊之類的喔 好那我們就上什麼角色呢 我剛剛齁 把我的這一個花木蘭喔 欸對不起啊 是木蘭啦 升到這個專三十喔 不過呢 還沒有九紅齁 九紅的話才會開場這個騎馬 然後 呃開場做一個擊飛的動作 但沒關係齁 我們就來上這個這個 全部都是虛空的這個隊伍喔 呃 我們來看一下齁 虛空隊伍方方面面都顧得到 喂 我們來上一個看一下齁 好這樣子 好 讓我的木蘭當主攻喔 然後我們用這一個狐狸喔 好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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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衝啊 木蘭 這樣傷害夠不夠勒 我們來看一下齁 傷害誰最高勒 啊 我的木蘭還沒有刻印齁 哇 是 是那一個那個巫師的那個女主角齁 傷害比較高耶 好 沒關係齁 再來 是不是我的木蘭刻印含得升上去啊 其實木蘭齁 我是用買的齁 所以說現在應該很多人還沒有木蘭 那因為我很喜歡他的這個主題曲 不過呢 買了之後呢 發現這真的是都沒有用到 所以說我覺得 還蠻佛心的齁 那個虛空萊克啊 基本上免費換就好了齁 真的真的不是很急喔 好 當初就是為了這一個NV 稍微捧場齁 買的 好 然後呢 接下來就不管他了齁 我們就虛空一隊齁 直接上了 哇 這個也太輕鬆了吧齁 齁 主號的話呢 生命之數比較高一點齁 真的是輕輕鬆鬆齁 喔 這個 哇 他的夜耐法的這個傷害好高喔 齁 好 我這一隊就是繼續用下去喔 好 虛空隊齁 虛空塔 該出了吧 可能 可能現在人數還不夠齁 但是我覺得其實虛空塔也可以出欸 因為現在已經有兩隊了吧 對不對 但是虛空塔出的話 欸 或許 對 對新進的玩家比較不友善齁 因為新進的玩家的話 很多絕版的這個虛空英雄 他就只能夠使用這個鑄草傭兵了 齁 所以出虛空塔的話 確實也是有點不公平啦 因為畢竟這個新玩家的話 他也不是說他不想課金 因為他就是錯過了嘛 呃 什麼橘幼金啊 然後還有那個誰啊 納可露露齁 然後安芝啊 然後埃奇歐啊這些的 好 這是哪一關啊 好 過關了 有埃奇歐的話 在打獵魔手機真的是蠻方便的 啊 啊 糟糕齁 要用四個不同陣營的 好 我就是要用花木蘭齁 四個不同陣營是不是 OK 那我們就上誰勒 四個不同陣營 來一個 將神 將神 然後我們再來一個 呃 來一些攻擊力強的 誰攻擊力強呢 還是我們的獅子最強 斯加萊特 呃 斯加萊特還是獅子 欸 我有這個SP的射恩齁 好 還沒有克林60喔 看看行不行喔 來 沾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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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沾 卡尼扇的魯克可能 可能有點多餘喔 啊 糟糕齁 傷害打不出來 傷害打不出來 啊 超時了 卡尼扇你的魯克不行不行 不夠力 欸 欸 欸 戰鬥獲勝了喔 欸不對不對 他過了下一關了 這一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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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上一個可以加攻擊力的 母獅子好了好不好 或是 飛太拉又太強了 我們上一個母獅子好了 好 看一下傷害是誰比較高 是誰呢 喔 不錯 那個木蘭也是有 也是有這個第二名喔 好 SP的身 降神 花了點時間 我這是全物理的 如果說這一關的話 他是怎麼講呢 物理減傷的話呢 那就要打久一點 因為打越久的話他的減傷效果會越弱 好 然後這邊的話呢我們看一下 要用魔法還是物理呢 要用魔法 這是物理降低 然後要三個半神惡魔虛空 半神惡魔虛空 然後又不要用物理 這個樣子啦 對不對 來 有安芝還有夜耐法 雙魔法 穩穩的啊 好 魔法傷害並沒有減少 啊 要重來了 要重來了 不過沒關係 哇 安芝還是舒服啊 安芝還是舒服啊 安芝打下去就是舒服喔 好 22秒結束戰鬥 OK 輕輕鬆鬆喔 然後再來 來 來 來看一下傷害喔 哎唷哎唷 木蘭第一名喔 嘿有木蘭喔 不錯喔 好再來 來開一發 好開大 啊 轟下去 再來一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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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差不多 差不多 好 結束 再看一下傷害是如何喔 哎唷 蠻意外的耶 感覺上安芝是打群體比較 那個傷害比較吃香 結果沒有喔 木蘭的傷害 而且我這個刻印 我的刻印才 好像還沒開始點耶 這個比我的那個安芝好像是67還是66 有點忘記了 好 然後要用五個陣營不同喔 我還是要用木蘭喔 然後五個陣營不同喔 那我要選誰啊 哎 這一個的話 我要選個 哎唷 選我們的這一個 用來打這個 打那個什麼 祖宗夢見的凱倫夫人喔 然後再來一個 好 這一個是尼奧服 來一個補師 那再來一個誰呢 虛空後 虛空有了 半神的話 半神的話 我們上一個 呃 然後降神 然後 上誰呢 嗯 薯炮 不知道薯炮 能不能夠轟的出去喔 但是這一關其實蠻痛的 才剛說齁 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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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呀好可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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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哈哈哈哈 獲勝了齁 可是可是沒有 沒有三星 但是可以看到齁 我們的這個木蘭齁 他的這個開大期間啊 衝過去後是無敵的 好 再挑戰再挑戰 呃 降神會輸 那我們就上個 呃半神 來一個 好了 sp的鳳凰 sp鳳凰 克制火魔 啊 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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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啦好啦 不快勝了 sp的獅子 來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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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 死去 啊可惡可惡可惡 木蘭還是躲起來好了 好 再來一次 亂玩亂玩亂玩 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 啊死掉了 全部人都要存活對不對 全部人都要存活 而且全員全人存活 算了算了算了 不管木蘭了齁 來個梅林好了 好吧 這樣應該沒問題了吧 齁 有了梅林再加上尼奧服 只是凱倫的傷害夠不夠啊 60秒內獲勝 我的凱倫 是為了詛咒夢境去生他的 OKOK可以喔可以有 看傷害是如何 呃還是我們的這個獅子第一名齁 再來 好 繼續換上我的這個木蘭齁 就是要玩木蘭齁 這個樣子 GOGO木蘭 好 切啊開大招 衝過去 衝過去這樣砍一刀齁 另外我記得木蘭其實他的專武 是專武30嗎 他就可以對這個開完大招之後呢 他就可以在這個開完大招的好像5秒內吧 對友軍這個增加攻擊力 攻擊力 防禦力有沒有啊 反正他是可以提供友軍這個 一些BUFF的這個能力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個是小關 我們來看一下傷害是如何喔 來齁這麼多強力的角色我們的 啊這個傷害打不出來齁 完全是在凱倫跟這個 好 同一個英雄要擊殺三名敵方英雄 一個英雄要擊殺敵方三名英雄喔 我記得這一關的話 先鋒符我是使用這個 我是使用那個什麼 那個 愛奇歐喔 好 16關三星的話呢 是東猴女士 然後再加上這個 獅子 獅子的話 木蘭行嗎 好我們試看木蘭喔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 是貞德 還有梅林跟這個愛奇歐喔 好我們來試試看喔 木蘭行嗎 但是最主要是說 敵人都讓愛奇歐去收頭喔 我覺得 我覺得木蘭可能不行喔 而且我的木蘭還沒升上去齁 傷害打不太出來齁 唉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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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愛奇歐五殺喔 時間夠不夠啊 唉唷唉唷 唉唷 木蘭不錯咧齁 我原本這個位置是獅子 改成木蘭也是可以喔 但是重點還是愛奇歐啦 對不對 然後呢再來是 再來慢慢打喔 再來的話就是 小關齁 小關的話就沒什麼問題了 只要拖時間就好了 好我再看一下齁 最後第19關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齁 第19關 第19關 其實好像我擺的這個陣容也是差不多齁 就是東猴女士 然後 SP的獅子這樣子 好 慢慢來慢慢來 好 愛奇歐真的很好用 在打這些特殊的關卡的時候齁 他的那個斬殺線真的是太太太 太 太不可取代齁 太不可取代 尤其是那種啊 很多敵人啊 血少的時候呢 被人家奶回來 那真的是超麻煩的 那有愛奇歐的話 就是穩穩把 把敵人這樣一隻一隻收掉喔 喔 一隻一隻穩穩的收掉 而且愛奇歐是 你只要碰到斬殺線之後呢 你就可以收掉 對方再奶回來也沒有用喔 然後他也無視什麼免疫啊 之類的啊 然後之類的 就是什麼無敵啊 什麼的 所以這隻角色真的是無可替代的這個虛空 虛空角色喔 好 第十九關了齁 第十九關的話 我用的陣容也是這個樣子齁 呃位子 看一下位子 我好像只變成這個樣子 好 試試看喔 第十九關的話 我們一樣 把獅子改成木蘭齁 其實這個位子的話 說不定 改誰都可以齁 關鍵的話 應該是在這個愛奇歐 斬殺線 斬殺線 我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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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一個一個收頭 我再收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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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收光光 45秒鐘 是不是剛剛好 欸 真的是45秒鐘剛剛好耶 然後傷害的部分 哇 東火女是這麼高喔 好了 輕輕鬆鬆 這一次獵魔手技齁 真的是不卡 齁 但是我的這一個 壽靈英文還是 還是沒辦法打齁 我等到我那個至少 都九級之後再打齁 不過這個領完的話 我記得好像也有20個時光會計 是不是 還是我還是我記錯了 看一下喔 呃 有個10抽 OK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齁 呃 10個而已啦 好抱歉 我們來抽一下喔 欸 有喔 有一個被領導喔 好啦 那這個影片就到這個地方啦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